欢迎回来继续Focus 要说现在这一则报道 上世纪的巨星 我们先认识周房正行这位导演 2004年理查基尔跟 珍妮佛罗佩兹主演的卖作电影 来跳舞吧 他是改变轰动日本的电影 我们来跳舞 日本的原版导演就是他 他这几年的代表作非常多元 像是探讨社会现象的 弦猪手事件部 那么另外呢 睽違定谈五年之后 这位导演周房正行 现在推出的新片 网罗了陈天林 勇来证明 还有高龄 剑舞这些大明星 他们都是要演出 上世纪的巨星 上世纪日本有一种人 地位有如巨星 他是默骗解说员 超级巨星是哪个时代的浓浓啊 让我们请电影的导演 周房正行来替我们解惑吧 电视乍听还以为是律师呢 原来是上世纪初 日本特有的黑白墨片解说员 可别以为辨识上台说的戏都是相同一本 不同的辨识 风格 想法 口条 各有千秋 同一部电影经由不同的辨识描绘阐 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情境与效果 恐怖片变无厘头搞笑片 爱情喜剧变亲情伦理大悲剧 都有辨识一个人 说给您听 而像这样的王牌辨识 真的就是日本黑白墨片时代的万众巨星 果真是一百年前的浓浓无物 而在周房正行的这部新片中 主角郡太郎小时候 不仅常偷溜进戏便听戏 更擅长模仿辨识的口吻讲戏 模仿功夫和讲得一口好戏 无论年纪大小 似乎都让把妹无往不利 而郡太郎从小的梦想 一点也不难猜 一个会说戏 一个会演戏 梁小吴猜简直是天作之和 只可惜造化弄人 就像我们长大 也没成为公主超人或发大财 长大后的郡太郎 一度沦落成冒牌便士 甚至亡命天涯 躲进一间破败戏院里 醉汉便士 花美男便士 还有肥仔便士 齐聚一堂 加上小气老板夫妻 电影放映诗和乐诗 大伙带她唱游电影幕后世界 还有流氓集团和热血警察 紧追不舍 而青梅竹马的女孩 也突然再度现身 当两个人的恋情还没搞定时 镇上那间时髦戏院的千金小姐 也疯狂迷恋上她 真是素晴 好戏一波接一波 那么导演中房战行最喜爱的 又是哪一场戏呢 主人公の春太郎がですね ちょっと ちょっとした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て 声が出にくくなってしまって 一生懸命英語を説明しようとするんですけど 声が出ないんですね その時に 幼馴染の梅子ちゃんが 彼を助けるように スクリーン横に入ってきて 二人並んで 一つの映画を語る シーンがあります 故事描迴才華洋溢的穷小子 和電影的一段青春恋爱梦 而百年前 辨士在台上可没有麦克風扬声 剧组前来专业辨士做指导 饰演片中主要辨士的三位演员 陈田玲 永赖正敏和高梁健吾 花了半年时间特訓 用他们各剧特色的声线演出 带领观众 进入大战浪漫电影产业的美好 当然还少不了 导演独树一格的幽默感 TVB新闻 綜合報道